好吗 就交代一下怎么辨识一下这个 热封膜啊还有热封面 假如说我们拿到一个透明膜啊 你要是仔细观察的话就这个膜啊 他有一面就会相对 奢一点啊你会从这边看过去啊 他就有点污 那这个就是热封面 另一侧呢相对光滑一点啊比较亮一点 如果说你实在再分不出来的话 我教大家一招就是把这个机器打开 然后让那个温度啊 上来 温度上来之后我们把这个这个膜啊 对折一下啊 假如说我这侧我想确定这侧是不是热封面 我们就把这个膜对折一下 对折一下然后 找类似这样的一个扳手在哪在这个地方来过来 因为这地方已经加热了近一点近一点 因为已经加热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膜啊因为你对折之后把它贴上去 烫一下 一下就好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看看能不能粘住 那这个的话 就粘住了是吧 粘住了的话就说明这个是啊这个是热封面 且这个膜呢是热封膜 如果说 我们这样一确定哎这个色 没有粘住 是吧 那这个不是就不是热封面 如果说我们换 那么我们就把它这个膜啊 掉过来 掉过来之后 哎我们再去粘 粘一下之后你会看到 哎他没有粘上 说明这个就不是热封面 是吧 那这次就是热封面 在我们做的时候呢 热封面记着 一定要朝理 如果说两侧都不能粘 那你这个膜就不是热封膜 不是热封膜的话你就没法用于包装 所以说确定这种特别膜这个热封面 看看是否热封膜就用这种方法